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西南季风增强之后 我们的天气状况要怎么样的变化了 用时间点来告诉大家 先来注意到西南风增强了 南部要转雨了 那转雨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高温的部分会下降 所以南台湾的高温 就会比今天的温度 还要再降个一度到两度左右 感觉起来舒服一些 但湿答答的感觉 倒是要提醒大家 骑车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咯 可是这样的风吹到了北台湾 南北真是两样晴 因为北部地区的高温 就上看到37度的高温 中午的天气热 户外活动 小心别中暑了 这样的天气形态来说 在五六日一 这几天来说 四天的时间 温度形态来说 都是南北不太相同 但当西南风吹了过来 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台东地区 可能要有焚风的状况出现了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 风过了中央山脉 在台东大午这里 会有下沉增温的作用 而产生了焚风的效应 北台湾也是下沉增温 因为北台湾刚好 风过了林口台地 在台北盆地 造成了下沉增温的影响 那近海的风浪呢 南台湾海域的风浪 会因为比较强的西南风 海浪会比较大一些 海上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 这样的天气 到了礼拜二以后 开始有一点点改变 第一个 雨的部分开始减少了 南部地区的雨降 逐渐的减少 那在中部以北地区 跟东半部地区呢 仍然是天气清了 但高温的部分 就不会到37了 在36度了 接着 上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 视力伸展过来 回到一个标准的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说到雨 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雷达 今天晚上最新的 定格的雷达当中 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最新的雷达上面呢 在我们的恒春半岛的 西南方的海面上 已经有水汽开始进来了 所以你如果是在 仿山 仿寮 车城 封港这些的朋友 现在这时候 海面的云层进来 有局部的短暂雨出现 还有临边 那另外呢 在高雄到台南这边 海边也有一些云带进来 这个雨就不仅限于 中午以后 早晚只要云层进入 就有机会下雨呢 我们从这张整个 动态的雷达来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 云层的发展 大家先来注意到 在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西南方海面 这边有些云带 逐渐地在接近当中 因为整个风场 吹着偏着西南风上来 但西南风呢 到了北部地区的时候 整个风场在通过的时候呢 相对地变成一个干燥的风 所以整个北台湾全部都是天气晴朗 那中部山区的南投山区 有一点点的我后真雨 东半部地区只有山区的云层多 平地的部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 那天气形态来说 在江雨的部分呢 今天的南台湾的雨有 在高雄这边大概30到40毫米的雨量 恒春半岛有雨 所以呢 如果你到墾丁游玩的朋友 雨区行车 不管骑车或开车 都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明天江雨的状况会再增多 从这张卫星上面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 看得到云层的发展 最主要呢 在我们台湾海峡的西南方 到南海这里有云带 逐渐的进来 这个云层就是之前 在印度洋这边的水汽发展 通过了这个中南半岛之后 往我们台湾的方向再移动 那云层的发展量来说呢 我们从这张彩色云图当中 也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因为最主要呢 刚刚看到非常明显的云层 是因为呢 有一些云层的温度来说 它比较低 温度比较高 所以这张红外线上面 就比较不明显看到 但是你也可以注意到 整个南海这个区块来说 水汽的发展 随着季风的水汽 开始逐渐带进来了 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太平洋高压呢 高压的势力退缩了 所以季风的水汽 又沿着高压的边缘 刚好吹着西南风 整个就带进了 我们台湾的上空了 这样的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高压的减弱 从礼拜五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四天的时间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季风的水汽 在带入之后呢 这个小低压要消失掉了 明天就已经消失掉了 那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从卫星上面 用个色调强化的卫星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 云层的发展来说 最主要呢 就是在于 南边的水汽的发展量来说 比较明显 所以呢 南台湾会有雨 北台湾天气情 不过呢 昨天因为刚好又是 最大的满月的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 大潮仍然是潮位比较高一些 再加上呢 西南风吹进来 明天的南部地区呢 大约都会在中浪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在大潮再加上中浪之下呢 在沿海低洼 像在林边啊 仿寮车城这边 海边的部分 还有包含了东石啊 这些地方 都要特别注意 大涨潮的时候呢 相对的 这个水位比较偏高 低洼地区的 或者地层下陷的地区的朋友 就要特别的留意了 整体天气形态 在周休假期 南北大不同 北部热 南部有雨 天气状况来说 往南走 往山区走 就在雨区行车 要注意了 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北部的温度高 中午的高温 都已经上开36 台北市可以到37度 中部地区会有雨 偏向于中午以后 山区部分的 西巴河明显 南部地区的雨 就是南高平 今天晚上都有 江雨的状况 东半部地区 台东雨量略多 到了宜蘭是属于 午后这雨 花莲大太阳 外岛地区也是天气晴朗 未来一个礼拜 可以看到雨的部分 西南风影响 在南部地区 会持续到周一 周二以后开始 渐渐的要少了 接着周四以后 太平洋高压升过来 晴朗炎热 外岛地区来说 都属于比较稳定 小叮嚀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南部地区 有雨 行车方面要注意 还有海边浪大 在海边活动的朋友 要小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